所以你想一想 你在这个念头东京 你要怎么样去转 那个才是关键的 所以巨型老和尚 在他49岁的那一天 在49岁的那一天 因为他住的道场 就是巨人老和尚的道场 那个时候举办了一个叫做三坛大建 然后请他来做什么 请他来做尊重 像我们以前 以前我们说这个三坛大建 从沙弥比丘菩萨界 叫做三坛大建 都会有尊重 来做我们的证明 然后这些戒指 他们就请他来开示 请巨型和尚开示 请教他 你这一生学佛的心得是什么 这些戒指 像我们以前受三坛大建的时候 也是如此 结束之后我们会请这些 我们的尊重师这些 来为我们讲几句话 季寻和尚是怎么说的呢 他说 我是一个初人 又没有文化 又不认识之 又不会讲经 但是我这一生 所修学的 只有一个 是什么呢 一句阿弥陀佛 我坚持下来 这个就是我念佛修学的心得 非常的虚虚呀 其实当他对大家讲这个开示的时候 他已经开悟了 他已经证得了 他已经成就了 但是你看他 这么虚虚对大家来讲这一句话 我只有一个 就是这句阿弥陀佛名号 我一生坚持下来 从来不动摇 从来不懈怠 这句名号 都是帮助我成就的 所以呀 从这个地方你看你看 人越谦虚 说明他吗 修行越成就 我们呢 写佛不但没有呈现 越写越公告 越写越傲慢 看不起 轻视别人 这样是写佛吗 因为 刚好 对 我 谢谢大家